大飛鞍天 全球的經濟已經 其實是大衰退的了 那麼今早大俠一早打電話給我 問我英國佬英鎊怎麼樣提 因為英鎊已經跌到一對一 尤其是卓偉斯上了台 他用強硬作風 史無前例 他大幅這樣減稅 分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企業 第二就是個人 最重要的就是房地產的印花稅 這三樣東西大幅減稅 但是實際上錢從何來 因為現在英國的通貨膨脹 是西方國家最高的 它是9點多 最新公佈的數字已經到9點1 但是未來可以去到10 雙重隔擊底下 當然有幾樣東西 跟歐洲一樣 第一 就是美國是不負責任的 在這個時候 它為了壓抑它自己的通脹 它加息 全球的資金流向那裡 接著 除了香港 就是美國 因為香港的港幣和美國掛鉤 直接造成了美國獨強的紙幣 全球的貨幣都會大跌 最大的當然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 現在已經向中國求救 因為如果我們傳100萬美金 在今年年頭傳進去 而他們現在的幣值各方面 等同年尾 等同175萬 回報率瘋了 但是是不是呢 還有 歐盟 見他這樣 為了美國佬要跟俄羅斯抹臉 直接這樣禁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他們要給高四成 有些給四成 有些給四倍的價格 跟四周賣 好像蘇爾茨已經去到中東 跟中東說 我們現在開始跟沙地阿拉伯 買天然氣 通貨膨脹又高企 再加上 幣值大跌 全球的衰退已經來到了 而以歐洲的英國 更加 因為錢從何來 這樣到最後尾 你只能夠發債券 發債券頂住英國的經濟 日本已經粗暴地由日本政府出招 去頂住日本的貨幣 韓國大跌 泰國 台灣 全部都告訴你 已經大跌 另外還有人民幣 這個已經是接近世界的金融風暴 不是亞洲金融風暴 尤其美國 美國已經連續兩歸 他們已經是GDP負增長 嚴格來說 已經陷入衰退 但是聯儲局和拜登 不想出現這個名詞 影響中期選舉 所以他還是用放緩這個字眼 但看不到第三季 美國的通貨膨脹會降下來 所以未來還有可能再加息 這個就是現在真真切切實際存在的問題所在 所謂的美國霸權 就是這個意思 美國的霸權分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金融霸權 這一次就是金融霸權 作出了最高的示範 所以俄羅斯和中國 尤其是中國 我直接在環球時報說 你的金融霸權 造成全球的風暴 香港勝在有錢 但是是不是真實的有錢 還是已經有些錢 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數據 當然了 我相信我們香港的金管局的系統是安全的 不像阿根廷 這一場金融風暴 第一 就好像阿根廷這些新興國家 好像一個毀滅戰一樣 他們債台高速 現在還利息究竟多厲害 還有沒有能力再借貸 第二 產業鏈的轉移 中國也被逃空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中國今年的4%GDP的經濟增長 你相不相信 大量的外資已經撤離 包括香港在內 所以今早大俠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就有限度的知識 講一講 那你說中國 叫做最抵得 最頂得住 如果能夠和歐盟再次結成了聯盟 好像過往默克爾時代那樣 那就可以頂得住 不要被美元獨大 不要被美國說完事 那我相信歐盟都想 但是基於人權狀況問題 俄烏戰爭問題 中國擺了一個錯誤 不敢說錯誤 這個和西方國家有偏差的立場 令到歐盟沒有辦法和中國結盟 我曾經講過很多次節目 就是軍事上高 如果你要抵抗美國的 就是中俄聯手 這個是三腳椅原理 結果中國它放棄了俄羅斯 所以看到俄羅斯頂不住 第二就是經濟 經濟的三腳椅 沒有俄羅斯的一件事 就是中國和歐盟 其實之前好像特朗普時代 你都見到歐盟和美國是若跡若跡 想盡辦法 甚至默克爾給臉色 特朗普提 他們是想尋求自己的金融體系 不再和美國走得太近 所以聯同中國 其實不單是默克爾的修正政策 或者它的汽車外交 是整體的歐盟都有這個意願 但是俄羅斯戰爭 由特朗普對中國 一個叫做經濟貿易戰開始 這個世界變了 中國沒有辦法擺正了和歐盟的合作 令到歐盟也都現在很想和中國走在一起 頂著現在一個叫做全球收水 去掉美國的資金這個現象 但是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 實際上不單是中國很痛苦 歐盟也都很痛苦 痛苦膨脹 天然氣 倍增 低跡 抗跌 要脫衷 將中國的市場慢慢逐漸離開 要找替代市場 你說了 其實現在全球已經去到經濟大衰退了 不過對於我們小網台 我們香港人 我們還是拿著美金 就是港幣 看上去 對我們來說 影響未必這麼大 但是遲些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對經濟其實是一竅不通 不過大學問 那儘管說一下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他今早最重要的是 全球跌倒 過去有什麼風險 日元就是避難所 但是現在日元避難所都做不到 那會不會落在黃金上 但是黃金 今天這幾天看到黃金的價格是滯漲 經濟是這樣的話 現在未來地球五六年 都未必有一個上升的軌道 而更重要的是中國 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已經倒下 它最壞的就是外資頂住 現在外資收水 很快水退就知道 哪一個沒有著褲的了 拜拜